據中央氣氧局的報告 8月30日白天的天氣都還很好 可能下雨應該從半夜5月開始 所以說大家比較可能會面對的是 8月31日是否停班課的問題 那如果說雨量預估有達到預期 24小時雨量有350公斤 平均風力有7級以上 瞬間風力達到10級以上 那這人就符合停班課的標準 而且我們會及早宣布 不會在最後一刻才拚到最後一刻才宣布 那造成民眾的生活疑變 比較適當的時間是大概是30號的晚上 晚一點的時候就會宣布31號代表人有上班課